蓝燕可能大家都比较的熟悉 他1990年出生于上海 是香港影星星际传媒创始人 1999年蓝燕以三好学生的身份 拍摄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开启演艺道路 2005年 因全俄语主演美国华纳兄弟影业的蝴蝶之吻 破加勒比海盗二票房 蓝燕因出演关锦彭之导的爱情片《长恨歌》 而正式出道演艺圈 2006年 蓝燕凭借主演美国华纳兄弟影业 全俄语爱情片《蝴蝶之吻》 而获得俄罗斯年度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女主角称号 并入围俄罗斯电影节年度新人奖 前几日蓝燕出席活动 一身新鲜中国红大蟲哭你服裙现身活动现场 当天的妆容很蝴蝶很气质 虽是让在场的人员一致好评 简直太美了 独特个性的靓丽外形和播剧实力的演技 征服了海外观众 并获得了一个用心来演绎角色的好演员 同时她也成为了不少欧洲观众眼中的东方第一美女 蓝燕有着修长的大长腿 白净的皮肤 裙摆的高开叉 完美展现了她黄金比例的身材 简直就如一副美丽的风景 如此美艳性感女神 不免时常传出绯闻 曾经在传她当红时期 自己吐露称拒绝过周杰伦的追求 引得网友一片哗然 不管是真是假 蓝燕现如今可是身家不菲 自己也热心努力于演艺事业 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你是否也喜欢她呢